马上带你关心最新的东南亚动态 我们先来看看海面上的危机 这是大陆海警船三度进入印尼专属经济区 遭到驱逐 印尼外交部持续针对南海问题 与大陆和各方沟通 强调对于争议的海域立场保持不变 再来看到泰国政府的数据 泰国政府2024财年的收支结余2.7兆 比起先前预期少了40亿泰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消费税厅以及税务厅 没有完成相关目标 泰国商业部现在有一个想法 发现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利用平台服务与软体连接买家与卖家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管道 也增加接触了许多消费者和业务合作伙伴的机会 好来跟大企业做竞争 再看看泰国的观光 今年倒数已经剩下最后两个月了 发现好多人预定了酒店饭店预定量激增 包括了曼谷以及普吉岛 相当受到旅客的欢迎 现在饭店的预定率已经达到了80% 五星级以及六星级的酒店 喜迎旺季客潮 所以正在加聘人手聘请临时工来帮忙 我们最后带你看到是粮食危机 联合国粮食机构发出警告 说未来这几个月 有16个吉尔热点地区将会达到致命水平 那当中警示的就是缅甸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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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